在海外工作的朋友 一般是不需要 為收入繳納社會安全稅 他們大多數都不會主動要求繳納社會安全稅 所以他每年是可以省幾千元的稅金 但是這個對他們將來的退休金金額 當然是會有影響的 有一些朋友雖然在國外工作 但是他亦都希望繼續繳納社會安全稅 可能他們還有幾年就退休 目前未夠四十個工作點 現在他們要到國外工作 他們希望繼續可以繳納社會安全稅 並且繼續每年獲得四個工作點 他們是不是可以選擇繳納社安稅呢? 假如他們的僱主是外國的公司 就沒有可能可以選擇繳納社安稅 因為當地的僱主 是不可能在他工資當中 扣起社安稅 然後送到國稅局 更加不會是跟他納僱主 應該納過一半的稅金 但是假如你是公民身份 僱主也是美國公司 你就可以有機會要求公司 為你扣起社安稅 假如你是在國外做生意 就要為了生意的淨收入 繳納自顧稅 Self Employment Tax 這個其實就是社安稅 所以在國外做生意的朋友 是唯一被規定 必須照常繳納社安稅的納稅人 我是林修榮 下次再在理財分部中見面